万里区公所举办五福七航爱心物资发放活动 邀请热心公益捐赠物资的民间团体以及机构来共同响应 郑队霞内领友低收、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中低收入户老人 弱势儿童及少年生活辅助等五大津贴之弱势家庭 发放白米、面条、酱油、食用油、水果等民生物资 而这次的发放共计约有800户的家庭来收回 定了这一个五福七航的发放物资的活动 那今天总共会有800个人受惠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万里区领友五大的补助的人员 然后他也实际住在我们万里区的人 那总共今天总共有800份 我们也动员了我们相关的科室一起来帮忙 然后希望今天的物资能够发放的顺利 也希望让我们的社会的弱势能够感受到我们 社会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热心工艺的民间团体 能够提供给我们温暖 五福七航捐赠活动 目的要为弱势家庭传递前进的力量 帮助他们度过南关航向未来 同时也希望这样子的行动 让弱势家庭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温暖与关怀 不再感到孤立无援 而这次获得了包含了万里的继安宫 无极凤天宫 与其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山区的辅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公益辅若关怀协会等单位的热情响应 期望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都能够得到充足的资源 今天除了发放的这些人以外呢 我们包含了仁爱之家 也都有提供给他们物资 那因为今天的物资呢 有些是水果的部分呢 有些部分我们已经早就已经发放到他们的手上了 所以今天主要的话都是比较能够放的东西 才在今天做发放 而万里区公所也期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社会看见身处偏向的万里 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需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 唤起更多社会善心人士对弱势的支持 而公所也会持续的努力 深入万里的各个角落 发现民众的需求 提供最及时的关怀与协助 提升每位居民的生活品质 季教评和万里采访报道